大家好,上次我拍过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鱼塘那边想来这接店 然后自己没接 然后这个地方我想把它租下来 然后之前也有好多网友建议我把这个地方租下来 这是一个废弃的养殖场 现在人家没养了 这个地方挺大的 这个地方挺大的 差不多有五到六百个平方吧 这是一个大院子 前院,然后后面还有院子 这个地方离我鱼塘很近的 就在我鱼塘下面差不多就是一百五十米到两百米左右 现在我带大家去里面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正屋 两层的 这是两层 这个房子里面还是挺干净的 要是我把这个地方租下来了之后呢 以后我家的兔子啊 还有我姐夫家的那个臀属啊 还有那两条拉不拉多啊 估计全都会养在这个地方 这边 这个房子看起来应该有好几十年吧 好多年前建的 还有一个小院子 给人的感觉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带大家去 后面看一下 因为我没有拿钥匙 然后 去那边看一下 进不去啊 它这边荒废了好几年了 现在都长了好多杂草 如果租下来的话 它真的要花不少时间去打理 这些杂草估计都要花好多时间 它这边有一棵 橘子树 院子里面有个橘子树 如果租下来了之后呢 这边全都要清掉 然后搞一些花花草草之类的 现在带大家去后面看一下 后面也有好多杂草 所以要带一根棍子过去 搁一下 这一大块 都是这一大块 这个地方 就是后面了 后面的房子 这个地方是后院 它后院呢也有一个门 大家让一下 现在好不杂草 要从这个地方进去 这个就是后面的院子 然后这些稻田也是我自己的 她家的院子 就在我家的水稻田旁边 后面的院子种了一棵枇杷树 还有一棵枫梅树 以后包下来之后 如果租下来之后 这个树就是我的 上面的果子是我 这棵枇杷树 这个就是后面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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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房子 像这个房子以后可以利用起来 这是后面的房子 估计500个平方不止 以后要是租下来 这个地方搞一个休闲的地方 这一块区域 这一块区域挺大的 它擀一下 不然的话不擀测 这是后面的一些房子 给人的感觉回到了 回到了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住的就是这样的房子 但是不是这些砖 是那种土砖 是那种黄土砖 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如果花一点时间把这里整出来 应该是不错的地方 这块地方还是挺大的 这边一口井 这个水可以啊 好清澈 大家可以给个意见 然后这个地方也带大家看了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租下来 它有什么价值 看一下能干些什么 不过把它租下来的话 来这边做饭是可以的 那边夏天好热 受不了太热了 如果有亲朋好友来 我鱼塘的话 我首先会把它带到这边来做饭 那边太热了 满头大汗 现在回去了 然后我也跟那个老板在谈 看一下这个租金是多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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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